一樣的題目 一樣的觀念 他說現在有一個波 它的位置坐標跟波源的距離關係如右 他說從P到R 一共要走0.025秒 來囉 指老師 怎麼辦 沒有波長 所以說嘛 老師為什麼要跟你講一個基本觀念 他現在這個題目 他故意給你一個P到R 這裡R是 注意看喔 他這裡是0 這裡是10 他這裡因為格子很小 所以他的位置你要看清楚 這裡是20 這裡是30 40是這個點 你要分清楚來喔 這個有數字的指的是這幾個點 不然全部糾結在一起你會看錯 好 來 他說什麼 他說從這裡到這裡來 我們要說這個地方你要看清楚喔 這個地方是5啊 P對下來我們在坐標上它是5 所以5這裡 你看喔 你所走的距離是不是5公分 我們走這裡 這樣隨便距離 需要多少時間 0.025秒 所以你看到嗎 李老師老師 你沒有找到波長 對 我跟你講過 波長處理週期四 題目如果可以找得到那最好 找不到 管它 你只要走幾公分告訴我多少距離 多少時間 我還是可以算速度啊 所以這裡 距離除以時間 0.025秒 距離除以時間 一樣 這個也是可以的 好嗎 你用波長處理週期 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不見得它每一次都會給你波長 它可以給你一小段的距離 好 所以這裡要很清楚喔 好 這裡移3位 所以這裡25 這裡3位 看懂喔 1 2 3 所以這裡讀3個0 約掉 所以這裡是200 所以它的速度是多少 200平方 200公分秒 200公分秒 所以第四個不對 好 它說P到Q 好 P到Q Q這個地方對待的是35 很簡單的數學 5 走到10 走5公分 5公分是0點 5公分是0.025秒 那5走到35 5走到35 是不是 30公分 6倍嘛 所以這裡乘以6 這裡要乘以6 所以P走到Q 能量從P走到Q 傳到35的話 就要幾秒 0.15秒 0.15秒 所以 正確的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知道嗎 所以第七題的答案是選C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波長跟政府到底哪裡錯了 波長看這裡 波長沒有錯 波長是從這裡到這裡 這裡一個波峰一個波補 20公分 沒有錯 但是錯在政府 震動的幅度是從這個平衡點到最高點 所以應該是4公分 這裡應該是4公分 所以 B的答案 A的答案應該改成政府是4公分 A的答案改成4公分 那頻率 老師剛剛跟你講過了 現在 你已經算出來了 怎麼算這個頻率 因為 P到R 只走了4分之1 4分之1是0.025秒 那我全部要走一個波長 是不是 0.025秒乘以4 是不是 0.1秒 那0.1秒的導數 是不是就是10的呢 0.1嘛 0.1是不是10分之1 10分之1的導數就是10 所以它頻率應該是10 不是20 所以 唯一正確的答案 答案是選 C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波動題目 你只要學會3個題目 這樣子就OK了 老師再講一遍 距離處理時間是波數 這才是精神所在 或者你可以用這個地方來算頻率 也可以喔 因為這是波數對不對 所以 你要知道 書 它要你 書它本身所寫的什麼公式是10的 你必須要你去操作它 你去操作它 這個地方我們可不可以用波長 因為波長是20 這是波長除以週期要等於200 那T是不是0.1 你看這裡的解法 這個解法 跟這裡解法 我們用0.025乘以4 這個答案一定會一樣 看到沒 看到沒 然後你算出來再把它導數也可以 有很多種算法都可以找到答案 所以 你腦袋也是要記住 距離除以時間叫做速度 那在這邊的距離 我們哪怕是一小萬 哪怕是一個波長 五個波長 你只要是這個 走這個距離的時間給我 我都可以算波數 不要10倍公式 這個其實也不算公式 這是一個小學觀念拿到國中來用而已 這個程度 是一個小學觀念拿到國中來用 旁他是算公版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正的,如果在海中 我們可以示範一次 如果是有一個小學觀念拿到國中來就是 你不會放下來 就能讓我把他們拿到196年 從北中來嗎 如果是建立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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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